继续再来看到中国大陆解放军近期是动作频频 日本20号公布监测到中国大陆轰热轰炸机等一共10架军机 沿着台湾东部飞越了日本宫古海峡 除了日方派出了战机应对 我方也派出了IDF金国号战机挂弹生空 大陆解放军辽宁号前脚刚走又传出有军机绕台飞行延续 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针尖中国大陆战机讯息 发现有包含轰热轰炸机从南到北分两批对飞共8架 运8电子战机一架和运8情报收集机一架 一共10架军机沿台湾东部飞越日本宫古海峡 我想这已经不是个特别的现象而已 对中国政府而言它的轰热车机能够达到烙台的演讯 象征着它能够跨出第一岛链 也就是说它对于全台湾的威慑 不会像过去只会在台湾的西部 而是包括东部的海域 大陆解放军频频挑战第一岛链 绿尾直呼不意外 不过专家却认为不太寻常 因为去年底解放军两次编队 轰6轰炸机还是以两机编队 但今年1月穿越对马海峡 和7月中绕台编队增为6架后 这一回更是首度增加到8架 这一次非常的特别 就是它派的是电子干扰机 多方向多批次 其实它都牵涉到一个比较复杂的战管作业 所以我们也可以假定说 它的战力成长其实是跳跃的 这个应该是自十几二十年前 台海危机之后 比较大的大规模的这个明显的军事的行动 那也不排除这个行动它是渐进式 而不是只有这一次就散罢甘休 面对大陆解放军把台日空域当作军力展示舞台 除了日方随即派出战机应对 我方也派出IDF经国号战机挂弹升空 近距离识别监控 国防部就破天荒公布机队影像 不只要向国人证明空军全程掌握 更是在对外界宣示捍卫国家安全 我方不会坐以待毙 欢迎新闻大海防黄云霆台北报道